台北市社调馆举办的各种记忆训练班,包括缝纫、中文打字、针车刺绣、毛衣编织等,在今天举行结业典礼,由国长杨振华主持。 他在颁发了结业证书之后,免力学员们发授学者的记忆,用来改善家庭的生活。 这期的结业学员有260位,会场面展示了学员们的学习成果,有各式诚意、刺绣作品、毛衣以及编制的各种手工艺品,一共900多件。